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 有人疼 有事做 有期待 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句扎心的话 三十岁以后的人生 就像按了加速键 一切都猝不及防 又无可奈何 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 我们都无暇顾及自身 我们披星待月 风雨兼程 不过是为了挣一个更好的余生 而最好的余生 无非就是有人疼 有事做 有期待 一 有人疼 知乎有个热门问答 有人疼 有人爱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最高赞的回答是 这是一种做什么 都有人撑腰的底气 电影《奇迹男孩》的主人公奥吉 头戴一个巨大的太空头盔 头盔下隐藏了奥吉 因为各种手术而伤痕累累的脸庞 也隐藏起了奥吉脆弱自卑的内心 十岁那年 父母决定将他送去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 爸爸把他不离手的头盔藏了起来 并郑重地告诉他 我想看到你的脸 这是我儿子的脸 我爱他 出入学校的奥吉 感受到了同学的嘲笑和排挤 同学在身后骂他是恶心的丑八怪 奥吉很难过 又重新戴上了给他安全感的太空头盔 并且问妈妈 为什么我会长得这么丑 妈妈说 你并不丑 并且耐心地跟他解释脸上的疤痕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印记 就像我的皱纹 他们就像一张地图在告诉别人 我们经历了什么 爸爸妈妈的鼓励和肯定 给了奥吉直面挫折的勇气和信心 他开始尝试融入学校生活 在经历过嘲笑 难过 悲伤后 奥吉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善良 一点点去感染身边的人 一步步获得友谊和尊重 并获得了学校的毕业勋章 奥吉是幸运的 他所有的勇气和底气 都来自父母对他深深的爱 即使他被嘲笑 被背叛 最后仍然能够逆风翻盘 那些毫无保留的爱 给了他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安全感 让他有底气面对生活中 遇到的一切风雨 日本漫画大师龚崎骏曾说过 被一个人深深地爱着将给你力量 深深地爱着一个人将给你勇气 当一个人拥有了爱 他便拥有了对抗世界的铠甲 在艰难的生活也有勇气面对 那种有人托底的自信 让我们从悲伤中走出 让我们拥有了百折不挠的勇气 让我们对生活充满希望 爱是一座晾在黑夜中的灯塔 使迷途的航船找到港湾 爱是一柄撑在雨夜里的小伞 使疲惫的心灵得到硬蔽 爱是一道飞驾在天边的彩虹 使历尽沧桑的人见到世界的美丽 心中有爱 才有底气对抗世界的博良与艰辛 二 有事做 很喜欢一句话 忙忙碌碌的做点事 是对生活的热爱 闺蜜安秀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老公白良是公司的高管 结婚之后 安秀掌管着家里的财务大权 一时间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 时间久了之后 白良就觉得安秀花钱太过于大手大脚 网购的东西 常常拿回来半年都没拆 渐渐的 白良每个月只给安秀固定的生活费 天有不测风云 安秀的爸爸 在一次体检中 查出患有尿毒症 父贤在家的安秀 自然拿不出高额的治疗费用 无奈之下只能求老公帮忙 面对妻子的哀求 白良纵然不太情愿 还是拿出了一笔治疗费用 但丈夫冷漠的态度 却深深地刺痛了安秀 长期的治疗费用 一周三次的透析 让白良不堪重负 最终向安秀提出离婚 安秀看着眼前陌生的丈夫 想要反击 但想到一无所有的自己 连反击的理由都没有 既然如此 她什么都没有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家 与其互为人间 不如自成宇宙 离婚之后的安秀 重拾专业 踏入职场 通过两年的努力 成为一个财务自由的独立女性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有一个甘愿为自己付出一切的人 无疑是幸福的 但生活若没了掌控力 活得像个提线木偶 事事受制于人 这样的幸福难免会让人患得患失 罗曼·罗兰说 为了爱情放弃事业 很英勇但很愚蠢 身以为然 无事可做 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清闲 而清闲最滋生恐惧 让人坐立不安 患得患失 一时的清闲 往往会让人误以为是幸福 时间久了 便会让人觉得空虚 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而有事可做 会让人忘记生活的烦恼 让你在忙碌中找到人生的价值 别人的屋檐再大 远不如自己手中的一把伞 一只站在树上的鸟 从来不害怕树枝突然折断 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 而是它自己的翅膀 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 只有自己手握江山 才能任凭世事沧桑 那些安然无恙 三 有期待 古希腊有个神话 讲的是一个叫皮革马利翁的雕刻家 他曾经对着自己雕出的美女神魂颠倒 痴迷不已 他的痴情感动了神 神将美女雕像化为真人 与他相守一生 这就是神奇的期待效应 心理学上叫做皮革马利翁效应 如果你对一些事有强烈的期待 这份期待就会实现 现实生活中 期待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万小时定律中讲过一个故事 一对兄弟同时创业 做的都是家具行业 但几年下来 两人的成就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创业初期 兄弟俩的处境都一样艰难 没有场地 没有经验 也没有现成的客户 只有父亲支援的五万元启动资金 兄弟俩身兼数值 经过两年的奋斗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虽比不上日进抖金的大老板 但与普通上班族比 显然要富裕不少 哥哥是个小富吉安的人 已经生活富足的他 对事业并没有多大的期待 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就好 弟弟却跟他相反 他时常利用闲暇时间 去学习业界知名家具厂商的 经营模式和生产工艺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达到这样的事业高度 并为此制定了严密的扩展战略 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挫折 也没有放弃 几年之后 弟弟的家具公司 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一跃成了行业的领头羊 古人常说 生活要有笨头 所谓笨头 指的是期待 是希望 是梦想 有期待才会有动力 有多大的期待 就意味着你能激发多大的潜能 美国著名企业家马利凯 阿时 曾说过 渗手摘星 即便一无所获 也不至于满手污泥 所以 上天揽月吧 即使错过目标 你也会落在星辰之中 强烈的希望 比任何一种已实现的快乐 对人生都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昨日种种 皆成今我 切莫思量 更抹哀 从今往后 怎么收获 怎么栽 没有新故事的人 才会对过去念念不忘 我们应指起生活的纸笔 续写新的篇章 无论未来是荆棘满地 还是充满鲜花 请别忘记 有人爱 才能无所畏惧 放肆生活 有事做 才能山高海阔 活出自我 有期待 才能冲破迷雾 看见星光 往后余生 愿你有人疼 有事做 有期待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